位在台東市新生路與鐵花路之間的福建路 現在已經可以直接貫通到鐵花路 讓都市警官大為改善也獲得獻民的讚賞 但卻有民眾反應單行道的指示牌與停車問題 暢通差不多一兩個月 對交通整個流量非常暢通非常好 裡面的反應是這樣 我個人的建議 這個停車格屬於應該把它畫停車格出來 才不會影響到交通 再靠近我左手邊這一邊 把它畫看要收費停車格還是停車格就好了 畫出來給台東縣民大家知道合法的停車 然後靠近右邊那一邊 我個人的建議是要畫紅線 不然你就直接畫停車格 要一個很明顯的指示說能停車或不能停車 然後這一點是 這條福建路開的對周遭 鐵花里里內的一些參與業 對他們非常有幫助 就這樣停車的方便 福建路的貫通確實讓民眾在交通上獲得許多便利 民眾也希望有關單位能盡速改善反應的問題 當然請問番耀鈴黃欣平採訪報導